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时订出了48万间供应的总目标 但是短短的五年之间 持续削减目标 总共减少了五万间 社会对于今次政府公布的强策 有强烈的批评 对于持续减少供应的目标 令人废解 以及失望 在去年的强策当中 政府首次将公私营房屋比例 由过去的六四比 却已经是七三比 以加大供应房屋供应的目标 但言由在意 今年的强策不升反跌 更减少了一万四千间公营房屋的目标 较私营房屋述感更多 但要说服公众在短短的一年之间 房屋供应的需求 为什么会有这么频繁的波动呢 强策採用的是逐年延展的推算方式 但过去的欠象 往往会被一不勾销 在政府首份强策之中 推算201516至202324年 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万间 首五年是14万5千间 但过去五年以来 总建屋量只有约9万间 缺少了超过5万间 强策没有追回这一笔的欠象 实在是一笔足的地方 旧债未还 新债积累 未来四年 预计会有约8万间的 供应房屋单位落成 仍然会有4万间的欠象 即是说 由首份长债起计 十年期间的供应房屋实质供应 总会欠了约10万间 数字相当之惊人 过去政府曾经说过 会在长债的后五年 追回供应的落后 似乎一番话都是空谈了 根据长测 在未来十年期的供应房屋建屋量 会有约27万间 较去年增加了2万多间 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而同时由于 削減了总体供应的目标 令差距达幅收窄 难免会有一种削足就利的观感 如果下一年继续削长测 达标可以说是指日可待 但是不是代表着香港的访问问题都可以解决呢 而单位的供应 主要来自于填海 新发展区 以及改划现有的用地 涉及收地 赔偿 安置等复杂的问题 进度难以过分乐观 长测目标的减少 主要由于推算住户数目净增长有所下跌 以及私营房屋的空置量有所收窄 不过目前的房屋短缺问题 相当严重 根据房委会最新公布的公屋平均轮后时间 位置在5.40的高位 轮后中数达到26万宗 更加有机会突破6年的轮后时间 调抵长测目标 无助于舒缓目前的公屋轮后压力 也都难以进一步消减轮后的人龙 过去5年 公屋一般申请者的新申请中数 平均每年是22000宗 但实质供应量平均约16000间 即使加上每年正回收 公屋单位约8000间 只能抵消新申请中数 以复复3年上楼 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下条长测目标 并显同社会大众的期望 有很大的落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